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你见过那么有爱心的售票员吗 没有 史志欣先生和张伟杰女士是选择2013年6月22号节目中的2号男嘉宾和3号女嘉宾 在那次的节目中 史先生的老实厚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 因为他们的种种困难 他们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他们走上舞台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使他们扩大一个能够被人发现的一个圈子 使他们真正的有机会走入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 张女士的开朗乐观也让我们记忆犹先 在最终的选择环节中 史先生是勇敢的向张女士携席了 很抱歉 很抱歉 其实这位先生人挺特别好啊 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能找到适合你们的人 这次两人一起回到选择还拉着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回放不是上头拿那么一棵花 奔他去了吗 人没借啊 当然 这次又去了吗 现在不就是嘛 现在不正正什么都正演的这段是吗 我觉得有时候 这我可真做不来了这个 就是你这拿一棵花 这我看着你了 别人不准看着啊 就只有我看着你 这态度不成这呀 那好的谁都喜欢 还用说的啊 你懂不懂这道理啊 哦 同时上头 只要一块上头 啊 啊 这安排就上 你快上没 你快上的呀 你们俩刚才上场之前干嘛呢 那是 都是好朋友呗 是好朋友 还是已经要好的朋友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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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本来把你俩请回来 咱们是有事要办的 你们俩就牵着手就要上来了 没有 顺手一拉 赶紧上来 别耽搁试后啊 时间都大事都宝贵啊 行行行 这一定得说清楚了啊 两个人不是情侣关系 对 只是好朋友 别误会 看见没有 这就是人家说给人家回头的事 朋友是不是 你不好像长在嘴上吗 当时我想 我这哥们手真快 这好像是大哥 建议吗 我觉得不建议 我觉得不建议 我觉得这人挺老实的 我就看着他老实了 我也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我吹销吃两个素食鸡 行 那这样吧 我们仨要做不出来 咱们大伙一起帮帮忙啊 好 来 您出吧 好 我就带着这十个妻子 这十个妻子 讲述这十个妻子是十棵树 每一号是四颗 怎么再五号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马老师 您来 那您先挪一颗 我看对不对 你先挪一颗 心理专家就不一样 我先挪一颗 我先挪一颗 再挪两颗 您接着走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不就出来了吗 五角星 是吗 对啊 有什么呢 你说还用王老师出手 就我这智商就可以 他可能知道 他喜欢的女生 可能喜欢 对数学比较喜欢 会不会是这样 感觉数学员应当 数学员应当是很不错的 我听说自从您上了选择之后 您卖票的那辆公车 就完全挤不上去了 嗯 差不多吧 反正那边医院的大夫 坐车 还有那边就是小区的 那个朋友都说 哎呀 那天看着你了 地球都知道了 我母亲让我闻她来的 我上那家 我想要试试 哎 你看 那一定说起来都是 亲友团里边有同事是吧 是哪个 都是 都是啊 一排全是 这一排啊 全是 都是你的亲友团啊 我的死党 哇 我说的 还有没来的呢 要不然这三排都成不下 哪个团来出证了 你算是得接受一个团的考验 我算是拜下这了 我说你下来几人 我说团肯定是不够 我现在跟他是一个车队的 他上选择那天照我上班 我也不知道 来来城 对 从那以后呢 接了N多个电话 都谁打的呀 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 都说什么了呀 找找张伟杰 都是男的女的呀 有男的有女的 有岁大的 就是岁大的 我只是老年人老太太什么的 就想给他相亲 哦 这么回事 后来出于无奈吧 因为我不能办案隐私 告诉他们呀 我就后来实在没辙了 我说他歇年假了 你多耽搁你姐的幸福呀 因为我没正当姐同意 我不敢说呀 我喜欢她稳重大 孝仁富 正老还幼 您呢 我呀 我在想我怎么 我怎么表达呢 在场上 两个人都已经感受到了 上了选择之后 生活的变化 也的确今天再次来到 我们选择 也是因为看到 你们节目的一些朋友 表达出了 极度喜欢你们俩的 这种状态 那你看 咱先解决谁的问题呀 紧着我弟弟 当姐姐就大方 你的意见呢 紧着我弟弟 挺姐的 听姐的话 行 那如果这样的话 咱就先解决一下 史先生的问题 好不好 那咱们待会再见 好吧 谢谢 好 真诚了 别欺负人家 说实话 真的 那孩子真是说不 打不上那劲 真的 别看是外地人 外地人在领导 真不容易 真的 这是新45岁山西人 林毅行政服务人员 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长相 身高 胖瘦 哪人 还是 个儿比较高点 个儿高点 你有多高啊 我一米七七 那你想让他多高 一米七左右吧 一米七啊 林振玲差不多吧 不好找 她挺高的 她高 没有 哥们 哪有一米八啊 她一米七四 七五左右 你知道女孩子 一米七是个什么个儿吗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 我们一局下 也说是一米七 左右 左右是多少 我就是 我就是那左右的 我一米六九 我今儿这个儿 也不算高 应该有个三公分吧 约等于一米七二 咱俩比比 来 站起来 这么合适 谁说的这么合适 我都只有把头发做高的 应该貌似还比他高似的 左右 多少 一米六五至一米七五 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五 你胆子真大 越来越大了 你之前都不知道 他想找个那么高的吧 他说过找一米六五左右的 晚上一点的也行 谁知道今天说的一米 也行 没有 他今天说一米七零 我当然都出乎意料啊 我们能不能这样 我们先做一下统计 在场这么多女士 不分年龄 一米七以上的 就是够一米七的 请举手示意 一位 一位两位 三位 三位 那两个阿姨您不用选了 那还有一个一米七的 您看看考虑一下 比个啊 你看提要求了 你的确比我高 怎么样 这感觉 挺好的 咱是单身还是 单身 哦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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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这弟弟是怎么样 你要是两个人 不可能 他回眠 他回眠这是 吃东西可掉了 性格 性格跟我差不多 公交人都这样 特泼辣 特货达 特痛啊 呃 之前是离异还是 离异 离异啊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呀 男孩 哟 现在应该岁数不大吧 他 呃 今年少生初 哦 那你这又在工作 还得忙活他的学业 也够辛苦的呀 嗯 习惯了 想找个什么样呢 实现上这样的行不 不行 为啥呀 太直接的 太软弱了 啊 怎么软弱 你怎么着人软弱呀 说话 反正是 不是说特别果断 行吗 哈哈 说实话 你是不是挺喜欢人家的 嗯 不错 挺好的啊 好不可以拍啊 哦 我调整没人调整好 人家又个高义气 那个 你别老自卑 说实话 这节目播出之后啊 我不知道这个 就你在卖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 哎 这个石先生 你看我怎么样啊 有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 实际上还真有 但是呢 人没好意思 就直接跑到你那儿 跑到我们这儿说了 是吧 你先看这位女士 怎么样 大家好 我叫崔亚红 今年44岁 李毅 北京人 在家政服务公司工作 当保姆 子女归对方 我在选择节目 看上了史之心 希望能和他认识 啊 你很吃惊啊 是 没想到人指名道姓 说我就喜欢史之心 我觉得 我觉得没人 你看就没自信 你看啊 刚才您提的条件 您就提了一个身高 对吧 如果对方的身高 比如说没有达到您的要求 您怎么办 我那不是高兴条件 您刚才看到那位女士 她的相貌 您觉得怎么样 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 嗯 不错 挺不错的 听她说话 是不是也挺温和的 嗯 对 如果要能走到一块 是不是觉得 这个小日子就更好了 嗯 应该是 她呢 就在这个帘子后边 我去接一下 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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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妈老师 你好 妈老师 嗯 哇 您是 您多高啊 一米六八 哎呦 一米六八 挺逗的 这还挺实在 就是厚的 嗯 找一个别欺负她的 真的 这女的也还行 挺老实的 开心不开心啊 开心 刚才那小片里见到的 这位崔女士 会不一样吗 这本人 嗯 一样 哪个更好看 她本人好看 她是本人 哎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哎 早知道早来选择了 过去那么多年 全浪费了 三年多才去逛面了 一米一气 哈哈 这就是人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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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 就是善 你能看出去 不是说 不是说非得表达多好 这就不是意思 就是真实 哎就是真 就是一个的真实 就是俩的真实 就是真实 刚才一说哈 喜欢那个照片就看着挺那什么的 没想到本人出来以后 比照片还还漂亮 觉得特别激动啊 我觉得他感觉 你看到他激动吗 我看出来了 又觉得他那脸都放光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 尤其是人风喜事 精神爽嘛 你看那个嘴角 一笑起来的时候 特别灿烂啊 特别灿烂 也可能是遇到了 心仪的那种感觉啊 一米六八 不是 我觉得已经 这女士已经看上那男士了 对 从中没有男士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了 趁咱们在说话的时候 她老去嫖那崔女士 你看大胆的看呗 你干嘛 老男人小人的啊 多不礼貌啊 来 聊一聊近一点 对 那也快了吧 哈哈哈哈 怎么样 跟电视上有什么区别 跟电视上差不多 看着挺老实的 咱们的那俩太老实了 我们俩都太老实了 都不爱说 都不爱说话 我们来看第二个片子 她和我前夫长得有点像 我第一次就是打开电视 看见她长得像 说四五岁 我就看着 我就觉得挺合适的 那您觉得就是 她长得像前夫这一点 嗯 就是占您选择 她的比例 比较能占多少 占百分之五十吧 您觉得 首先她会介意那一点吗 她要看着我了 应该不会介意 人家就这么说 你接受 你就不接受她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男士没什么 觉得男士没什么 人家应当的没什么 不是 这应当有事 因为是女士主动 她这么说 所以她拿她自己一想 就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负责的话 让对方能理解到 她得能直接说出来 这是个问题 我不记得 哎呦 真的看对眼了 实际上我觉得 史先生根本就 没听崔女士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爱播什么播什么 反正面前这个人 你有没有感觉到崔女士 也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 跟我差不多 结果结果 他们俩都互相KO了 OK 都KO了 OK 那接下来那么多片子 来看不 我看了 就管她怎么回事呢 就是她了 看人家什么意思 前面您看到了 你接着看吧 还有两点要求 你看着和要能接受 咱们就处着 再往身上了解一下 好 来咱们看下一条 优缺点 我的优点就是爱做家务 比较爱好感情 缺点是 不爱说话 你也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平时很少 那跟人聊怎么办 也很少跟人聊天 怎么跟我一样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虽然说话少 但是一句是顶十句 这很有意思 我也花少 那你现在我看 你现在催你说话可不少 我表着呢 也差一点 那你说这怎么办 你们俩人平常都不爱说话 您的邻居来来回走 老以为这家没人呢 你个小小吧 那你能提高你的表达能力吗 你会哄人吗 你会逗人的乐吗 不高兴了 回来 嗯 你怎么办 哭了 抹眼泪了 我没办法 您教教我 我现在很多话不用人去教 都会 你说 我说点笑 谁不是在爱中长大的 就用您自己的方式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崔女士呢 是备您来的 就是您的那种老实厚道 是他欣赏的 您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这最真实 像我这种 由头 这不能叫由头 差不多 由头粉面 像我这个 油腔滑垫 油腔滑垫 您肯定也是学不来的 不高兴 可能两口都挺要交流的 哪怕话少 没关系 你也下次注意点一些 你说他就这么说你了 我注意点什么呀 我在外的受气了 回来还注意点 我那个 不灰红 行了 别说别拿来的了 您瞧 人家是一头子 人家 大家着急管什么用啊 尤其那大鞋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人家站起来还是这样呢 你总的就是 哎 就是就是两句话的事 把他心里那种 烦躁不安的 你安慰的 不安的 反正挺逗的 他跟他挺挺挺挺挺 挺般配我看 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现实 就是史先生 他也是少言少语的一个人 那么对他来讲 也许一个人 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遇到女士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特别想问崔大姐 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她自己很紧张 然后 马老师也教她了 然后 包括后来她真的 努了很大的力气 就这个过程 你对她的评价 会有一些变化吗 没变化 超出的太老实了 哎 你看 人家女士说的话 老实吗 这种标语男人 是不是 踏实 就是踏实 就是什么的事 身体挺好 身体健康是吧 很好 崔女士您会哄她吗 比如说她今天状态不好 她可能又有一些不愉快 甭管是什么原因 回家之后这脸 跨大就下来了 您会哄她吗 我会哄她 试一试怎么样 这现在上班怎么了 回来这么不高兴 脸子这么大了 还领导批评 太批了 是不是工作做得不太好 有什么事说说 在家里说出来 心里就痛快了 好 是吧 她是比你强 但生活当中 人家也是想找一个 能相扶到老的另一半 那不能她老扶着你 你也得扶人家 对不对 我学这点 以后能变好吗 那应该能 到她自己放她开那种哄 她可能比咱们说的还好 是吧 您是觉得她在想要放她开机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哄人话 其实在下边说 也能敢说出来 为什么到这台上以后 就那么紧张 你是不是替她着急的都不行 这是我都出汗了 我在下边都出汗了 我恨不得我去上去 去替她去说这句话 这样 咱们来看看 接下来催女士的另外一篇子 第一点就是 我有子女 他们放假的时候 经常来看我 希望你不要在意 第二个就是 我离过两次婚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如果这两点你能够接受的话 咱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 在您心里 您觉得子女来看您 这是一个算是负担吗 她认为她没有孩子 如果她没有孩子 不希望子女来看 那人家也有着权利 我认为我怕她接受不了 您怎么看她两次婚姻 您觉得离过两次婚的就很不好吗 我觉得是 起码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对家庭不负责任 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主要是那时候我太自私了 光顾了自己赌气了 就离了婚了 给孩子没有一个完成的家 人家都有父母在一起 我们就那么小就把孩子扔下来 第一个儿子已经大了 上大专了 他就是放假来看着我 也没什么过得要求 第二个女儿已经上五年级了 我女儿说了 让我找一个对我好的 听我的 听我话的 来石先生 有什么想问的可以了解一下 不好意思两个孩子 对两个孩子 第一个两次 这个你能接受吗 这能接受 心里不别了 这不是什么权利 这是 就是 母子关系就是 甭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可能断了 你有孩子吗 我没有 没有孩子 上一次婚姻当中没有 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在一起 遗疗死过 有 那这好可惜 小男孩 在孩子的问题上 你还在考虑吗 有这个考虑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要一个是吧 对 因为我们家 就我一个男孩 有这个想法 那可就不行了 我不想要孩子 对 孩子可能不太考虑了 对 就倒给对方 造成压力了 然后我看上你了 你说 现在过去难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 要有一个搁浅的概念 我觉得 但他这也不是一个刚性的要求 是吧 对 其实崔女士对 两段婚姻这个事情 也是希望对方来考虑 是不是能接受 是吧 挺正常的 你愿意接受你就接受呗 不愿意接受就一句话 你上这来了 是吧 你看人既然都到这 都基本交心了 那就是 那就是 只要真好就行 好 真好 这两次是怎么回事了 都是赌气的 离离婚 第一次离婚是 因为我怀孕了 生孩子的时候 我那个前夫 就有新的感情了吧 我一赌气 知道之后 赌气就说离婚了 他就同意了 那时候孩子应该很小了吧 那时候刚 我们结婚一年 就好不到一岁 那孩子就扔下来 给他的爷爷奶奶了 呦 那当时没有考虑自己 把孩子带过来 把他爷爷奶奶奶不给 那第二段婚姻是 隔了多长时间呀 隔了 我95年离婚 98年 就第二次婚姻 第二次离婚是 因为我得了一场病 我得了一场 幻听的病 就说有人跟我聊天 就说我前夫 他又有外遇了 又跟人有关系了 又有新的感情了 后来我就赌气 他当时他也提出离婚 一度期的同意了 就离了 比较草率 幻听症是什么概念 就是幻觉 幻觉 幻听症有一个 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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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我们叫的有点像这个偏制性精神障碍 他可能由于他第一段婚姻 所以他在第二段婚姻中他依然不安全 可能长期这种质疑啊 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幻觉 往往出现在特别内向的人这个心里 因为他很难去表达我的担心 那像我跟马老师这样呢 快人快语就说了 哎呦我们家那个怎么回事呢 收拾他 对然后我们俩就会出主意 所以通过这说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就开始 因为你当你重新整理你的思绪的时候 可能那些质疑点你自己就 不攻自破了 他比较内向 就跟自己谈棉花一样 琢磨来琢磨去 琢磨来琢磨去 就进想不断了 对这种不安全 然后接着可能就会有一些神经系统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会有幻听 但是他现在非常 刚才我还跟马老师之前 还有我们俩还讨论过 就是他能够清晰的知道 我曾经得过什么样的病 这个病是什么样的体验 他知道他是幻听 但是很多人都不认为他是幻听 认为是真实的 那个就可怕了 所以他还能够分清 主合观是一致的 他能够知道这是不存在的 是幻觉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倒认为崔女士更真实 他就把自己的情况 原封不动地告诉对方 那么我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如果您要有一些记忆的地方 那你就直接表达出来 如果他不说 那谁知道呢 而且是自己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更欣赏崔女士 我也愿意 所有到台上来的嘉宾们 你真实地把自己呈现给别人 其实会获得更大的尊重 没错 你把自己的真实情况 展现在给观众和对方 那结果已经是你们的事了 你自己应当以示带来 是 瞒着爷子 回到时候下台了 过两周 接得挺好 再把这一说得了 再见了 爹刚让你骗了 就是那一骗子 是 现在这个病已经好了吧 病情已经好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 徐先生也要考虑 能接受吗 那 好 哦 使徐先生对他好 不会生活中之 不会再刺激他了 不会再刺激他就好了 有些小孩都是 一谈小孩全蹦 干什么 哎 如果先生特别固执的时候 他都还想要一个 那也吹 那也吹 你认为一个人都 都摆着这个东西 那孩子上大学 多大岁数 是吧 你还要 不可能 你要说同学生 实在不行 这女的非常爱她 但是咱们抱养一个吧 你平时咋就抱 但是说 你得多大经济收入 如果这个男士能接受 刚才这个女士 那个婚姻的经历的话 我觉得下边 还是相当有心的 其实之前两次婚姻 我估计你们作为家里人 心里也应该是挺同情的 对对是 09年里的 嗯 应该家里也就挺着急的 对对 因为我们家全都是男孩 就是女孩 所以我们就对他特别好 对他这个感情问题 我们家人都特别着急 嗯 他这个人生 确实挺不如你的 因为俩孩子 是吧 然后他自己身体又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家人都特别担心他 嗯 怕身边一直连个人都没有 对对 史先生那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们全家都看了吗 嗯 看了 看了 嗯 大家是集体觉得 嗯 这个男生不错 我们觉得他就是 挺老实的 今儿看的吧 特别老实 是 有点太老实 这行吗 这真是见着本人了 也聊过了 我没准我觉得啊 没准在台上能过啊 有点紧张 没准在台下 没准是 是不是能好点 应该是好点 嗯 我觉得啊 你以后 如果要是有缘的话啊 以后能对我外甥女好一点 因为总归就是他对人生确实太曲折了 嗯 能做到吗 那肯定的 肯定的 他要是聪明一点了 他要是聪明一点了 我跟你说 他要是不要养了 他跟着你了 我跟你说 这后本生肯定的幸福 我也就一个人 我不对人家好 你对谁好 好 我这点爱心只能对他使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主要是说那个人比较实在一点 是这次最主要的 老母亲今天没来是吧 我听说老母亲对你这事是很上心呢 嗯 母亲今天高寿啊 六十五了 咱们跟老母亲打个电话吧 让我妈放心呗 打呗 打看接不接 因为家里有点事儿 正在高中 把消息数推倒了 同时这个呢 可能也会给这位男士一点压力 也要让你能够知道这个女士对你的想法 也让你能够开始真的要去思考我是否接受这段情感 喂 喂 妈 喂 我在播节目呢 我刚才和那个史之星见面了 我跟他说了 他把情况跟他说了 说有病 孩子的问题 还有离两次婚的女友都跟他讲了 他都不介意 我觉得还想接触一下 您的意思呢 哎 你要接着就接着吧 反而也接着一段时间是吧 嗯 对 要了解了解 嗯 老人家 您好 阿姨 您好 阿姨 您好 喂 您好 我是马进 我是小燕 嗯 谢谢您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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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天播史先生这期节目的时候 您看了 我刚一看一眼就完了 后来我回家也看了看 说也看半截儿 我一直去看你们的节目 哦 我说跟你们节目联系啊 我说我放心是吧 你去看外面 你找了介绍人家 我又怕骗了他 你知道吗 嗯 老人家 这个史先生呢 给我们印象就是挺老实的一个人 老实巴交的 这是咱常说的一句话 因为看到你女儿呢 也是跟她基本相似 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这个人挺本分的 没有花肠子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日常呢 也没有太多的言语 刚才我们还教她怎么哄您的女儿 但是她学起来挺难的 阿姨就这么说吧 我着急了 她嘴有点笨 我一猜就是 嗯 你怎么猜出来的 您看啊 老实人都那样 像我这样不老实的人 话就多一点 你说我们这孩子是这种病 我也 我也现在有云 你知道吗 我就想要岁数大了 想给她找个伴 嗯 找个伴以后我们也就放心了 太滑稽了呢 我又怕她逗不过人家 是吧 嗯 你孩子同意我就同意 我也说 我也没辙 你说我岁数也大了 你知道怎么着 你说着 俩人匹配的反正是99 这女的绝对不会欺负她 俩人过日子 阿姨 哎 您身体怎么样 啊 我现在还可以 您好哈 啊 我见着您女儿挺高兴的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 啊 老人家听到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哈 水先生刚才说的也挺真诚的 他其实话挺少 但是刚才这句话 他真的是说出来不容易 嗯 啊 老实巴交的一个人 所以呢 就在语言方面 帮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就是慢慢来吧 另外一个他在场上呢 可能还会有紧张 如果在台下也许 话会更多一些 您说行 你看看他这老儿巴交的还可以 他们我们现在这个工作 长期的了吗 你说这 以后他们生活怎么办呀 他那工作要没有呢 怎么办呢 嗯 我这工作比较差 就担心这个 我们是那个物业公司的 也就是每天就读是那么样 那个 不会失业了 不会失业的 不会失业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女儿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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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 今天开始 我只爱你一个人 嗯 嗯 嗯 只爱一个人 第一个人说 要 大家 您 听到了吗 刚才大家的掌声 啊 啊 这个掌声呢代表 史先生献出花之后 您女儿接了 她们从今天开始 两个人 就要尝试着去交流 接触深入的了解 而且 阿姨阿姨 我跟您说呀 刚才那个 史先生跟您闺女献花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我说 那个 我只爱 只爱你一个人 必你一个人所爱 啊 他说呀 只爱你闺女一个人 并且被你闺女一个人所爱 太开心了 阿姨再见 注意身体啊 哦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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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其实老母亲也真的是 她是我担心 是吧 你担心 但今天 我觉得你是找对人了 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 这种老实小小的木呢 你会想 就像她说的 就 这点爱就只会对你了 嗯 其实咱们到这个岁数 要的不就是一份 安心踏实的生活 对吧 好 玫瑰花也献上了 您的幸福也找到了 接下来咱是为了照顾照顾咱姐呀 嗯 对对对对对 姐你好 我找到幸福了 嗯 接下来你也一定能可以找到幸福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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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张脸杰呢 听得到吗 听得了 耶 听到了 他跟你说的话听着开心吧 激动吧 祝福我弟弟 谢谢 加油 好 有姐姐的祝福 有全场人的祝福 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人 会有好消息传过来 好 这玫瑰花只是一个开始 是 希望下次来咱带着结婚证 拿着喜糖 好 第一件事先通过丈母娘那关 好 好 来 两人先上手 对 先上 好 我看您特别高兴是吧 对 今天因为参加这是第二次参加那个史之心的这个亲友团啊 完了 确实心里的为她高兴 那您这回看到这位女士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在下的刚刚一看那个人一出来 我又 我说真不错 一看就是实实在在的人 因为在之前呢 我跟舅妈也聊天也说了啊 聊过了是吧 因为我们挨着隔一个大阿姨哈 隔一个阿姨 然后我们就聊天就说起来了 一说啊那可能就是亲友团可能也是说的是这位女士哈 完了一聊这个情况我挺相配的 嗯 比较比较那什么 说实在的 为什么说找在这个那个选择这节目栏目呢哈 因为比较放心 你要外边介绍的有的 你真是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情况 在这儿最起码咱有个放心度 看到他们俩真的那个牵手了哈 我替她高兴 也替她们二位呢 忠心的祝福吧 是吧 希望 对对对对妈有什么想说的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因为我 对这个男士嘛 嗯 还行嘛 我看她人挺老实的 嗯 也挺踏儿的 嗯 我觉得以后应该改改别太老实了 是 该说的时候就得说 嗯 你就像刚才在厂商让你哄她 你该怎么说你就得说 因为咱就说啊 以后你俩得过 要真生气了 你一句话不说 到时候她也着急 是吧 到时候你就说以后就说 看你俩吧 如果要是真能成了呀 怎么说呀 你对她好点 我也没别的要求 是吧 您觉得舅妈刚才说这点存在吗 生气吗 不生气 是吧 要是万一她话跟不上的话 您着急吗 着急可以着急 就是那人问了 互相了解 互相包容 对 互相包容 对 互相包容是吧 那个刚才舅妈跟你设题的要求了 能改不 能改 王爷老师看了这一幕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不觉得就我们一开始很替她提心吊胆呢 哦 其实我是觉得 我对她那个妈妈其实很感动 让我感动 就是特别实在 好 因为我们常年和有这样的心理问题的人接触 嗯 他们自己真的是很难能够说主动的走向新的生活 一定是家人的鼓励和全家人的爱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 我觉得找到这样一个老实芭蕉的 特别真诚的男人 他的这种将来的这种呵护 对他日后的康复 日后能够真正的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是一个特别好的保障 嗯 所以我真诚的祝福他们 今天你看我们来的第一位男嘉宾 已经成功牵手了 而且可能大家心里也都 有这种感觉 觉得他们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张伟杰了 咱们掌声吧 张伟杰再次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怎么样啊 刚才在观察室里也看到你弟弟 为他高兴为他祝福 是吧 但是说实话 你是不是也替他着急啊 刚才我觉得他们俩 我们聊本天的时候就是90%以上 怎么了 你听他说的 啊 你就是对他一样特别好是吧 对啊 我去送他来的呀 你呢 yes 你呢 对 急的我连母语都不会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观察室的123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呃 张伟杰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 怎么样啊 我们这北京大妞 是 真是挺好 挺挺阳光的 我这送他来的 哦 好 二号 二号 二号先生 这 你好 我觉得一号先生 好像真挺喜欢 我们这张大姐的啊 哦 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吗 我不 我觉得 厂上见吧 厂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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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哈哈哈哈 我爱 我本来想劝劝三号放弃算了 那你的意思 你你 绝不放弃 对 和平竞争 而观察室里有三位男嘉宾正是为他而来 为了爱情的竞争 一触即放 我是一号男嘉宾的二子 盘是棒队之前嘛 然后看咱这选择节目 然后告诉我 来来来 过来过来 我其实在我那屋正玩电脑呢 我说 妈呀 什么事啊 然后告诉我说 我看着一个阿姨你过来过来看 我刚刚过来看 咱俩是眼光靠 然后就没看着 我说 拉倒呗 我接着回屋了 然后大伙过来 我说过来看过来看 我说谁啊 我说这阿姨怎么样 我说不挺好吗 我说你看着了 我说 是这意思 我说随你便你愿意就行 后来我就没答应他了 后来过两天 好像是隔了两天三天啊 给我打电话 那个 喂 儿子 我其实我当时正出来 我也是在忙上班呢 后来我说妈呀 那个我上次选择了 我说大哥你别闹了行吗 哈哈哈哈 叫谁呢叫谁呢 有点礼貌行不 扯屏了 我说真的假的呀 他说真的真的真的 我说你别蒙我啊 我说不不不蒙你 我说那行吧 那你先上就上吧 那就这样 就冲着这个阿姨就来了 是吧 冲着阿姨来了 你现在可比你爸有了优先权 你先见到他了 他现在还透过那个小屏幕在看呢 没见着本人 你跟你爸隔空喊话一下 你先见到的本人觉得怎么样 他能听着吗 听着他 老爸我只能说一句话 你的选择没错 谢谢 谢谢 二号这位阿姨 这二号厉害啊 因为我在那个电视屏幕上看到了 我儿子因为他干着工作时间有限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儿子了 我特喜欢这位女士怎么回事 心里上落了大方 特有爱心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传统 我儿子呢就是绑炒离婚了吧 离异了 老是一直爱情专一 比较传统的一个孩子 所以这次呢 还真得说是很艰难的走出这一步 他本来还不太 不是 他一直的就说 还没为什么说太传统了 我这孩子 这孩子太传统了 是觉得我还不能 没有任何负担也 我们的父母也 就说都不用他去什么 都有退休的 然后他儿子归你帮 没有任何的负担 这婆媳关系也好处啊 对吧 因为我太喜欢你的啊 先那个相纵了 希望你呢 先让我儿子 哎呦 你们有压力吧 压力很大我感觉 先介绍一下 你们跟三号什么关系啊 我们同事 同事啊 你是 都是同事 哦 那这么说 要不你们就直接去那三号放弃算了 就我所知 不可能 我们这个同事也挺坚决的 很坚决 对对对 所以他不可能放弃是吗 对他这个性格 也很坚决 我感觉 哦 他不可能放弃 那你们那个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 我们当过兵 做技术那样的 也感觉是比较踏实 我感觉跟 我们这种人的接触 也还是踏实的 谁都不让谁 哎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才好 把自己性化说出来 干嘛来了 到时候认输就走了 那你说干嘛呢 是吧 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对自己择偶的标准 哎我想问问 你现在是压力很大吗 还是很开心 有压力 对你来说是很有压力 有压力 其实上过选择之后 我知道你的生活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嗯 对 其实还有一个变化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栏目组 但不是男的 也不是想给你介绍男朋友 嗯 咱们通一个电话来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好的 来 你好 我是选择栏目组的主持人小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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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正在录制选择呢 嗯 我知道 您是给我们栏目组打过一个电话 希望找一个人是吗 对 对 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我们发现 张伟杰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激动 电话的那一端到底是谁 她和张伟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她妈妈是我的亲女儿 亲女儿 她妈妈跟我妈的姐姐姐好 这应该算是表姐妹了吧 对对对 她小时候跟我家长起来 我妈看着呢 跟我七零年才六八年才六八年 从七零年的跟我 我那儿上高上冬初中吧 从我在一队弯里睡觉了 哦 我的天 这么近的关系 三十多年是我爷儿 三十多年都没有联系啊 对 失散了是吗 嗯 这就是这块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我姥爷去世的时候 因为就是有点小矛盾 嗯 然后也没怎么着 也没就是也没 也没想 反正就是跟着跟着 然后也不怎么着 后来就分天 然后他们就都失散联系了 三十多年的表姐 后来就一直没有联系 后来我曾 大姐 嗯 这一家人张伟杰 现在就站在我的旁边 啊 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话 她都听到了 她当时太小了 她当时太小 可能有些事记得不太清楚了 记得这是哪个姐姐吗 喂 喂 喂 少儿姐吗 喂 少儿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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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六 姐姐 我小时的 姐姐 你妈在吗 在呢 我想你 我想我妈我爸 姐姐 我就想我妈我爸 姐姐 我跟你讲啊 五个姐姐都特想你 我知道 她就不让我 你们姐都一直想你 知道吗 你不认我 我不敢去 你最后不认我 我一直都念叨你 知道吧 即使上一辈 有一些小的矛盾 可能大家都认为自己 怎么怎么样 才能招了这么长时间 下一辈 对对 姐啊 您等会儿 我让张伟杰给我擦一下眼泪啊 我看那边老人家是您的老母亲 老母亲 是吗 姐啊 今天 韦杰的妈妈也在节目的现场呢 要不要跟她说两句 可以啊 我是想我爷 因为我爷是最疼我 是吧 知道吧 来 妈老师 来 嗯 知道吧 妈别抬激动 妈 妈别抬激动啊 阿姨 来 我拿着 那我二姐 您说就行了 叔贞 宝贝儿 我想死你了 我怕你们不认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您可真是 是我不敢认你们的 听没话 宝贝儿 你妹妹一直想找你们去 她没什么忘记她是小六 你这是韦杰呀 一直就是当小六 她没说过别的 老认为她是小六 嗯 她就想要你妈和你爸爸的相片 她想她们 老为了这个想起 就跟我跟前哭 她想 她要你妈给你爸爸的相片 好 好 通过这特殊节目啊 她联系的 哎 比较浓厚一点 心情拉近一点 今天呢 美杰来相亲 知道吗 有三位男士 对她印象都特别好 竞争的可激烈了 你跟美杰 你跟她转达一下啊 她听得到 你直接跟她说 如果找到合适了 就让她去把爷子 把我爷子交给我 我来管啊 妈有我的 姐姐妈 是 妈有我的 你别管 姐姐 找到合适了 你就去你的 你妈就去交给我啊 妈有我的 你现在自己在这儿了 绝对你放心啊 妈有我的 你别管没事 妈妈就自己做的 你妈交给我 绝对没问题啊 你看 嗯 嗯 你看你看 真是 哎我知道 姐给就知道 我当时要跟姐 我跟你们主要 好吗 好嘞 你放心姐好吗 我没想到 好姐妹 是 主要还是您的意见嘛 对不对 好 来 您请坐啊 妈妈高兴点啊 还没转过神来呢 从那里边还没走出来呢 也许 刚才 为什么一直在听你说 说我爸 我妈 我们小时候 我们六个管她叫仪儿 这是你亲生妈妈 对吧 这是我亲妈 哦 但你就随着这五个姐姐一起叫自己的妈叫仪儿 对 那是我妈 也是我爸 小时候 我爸拿了一个猪尾巴 一推开门 就是 吃猪尾巴摇头 吃猪尾巴摇头 是到我 特别疼我 我童年挺幸福的 你是在他们身边长大的 对 我这五个姐姐背着我抱着我 呵护着我 是啊 嗯 可是三十多年都没有联系啊 一哈 但是今天不是好事吗 找到了呀 是吧 找到了 我姐特别疼我 刚才我也是特别感动 感动在于就是我们那个父辈 常常这个特别普遍 他们特别特别的那个倔 其实刚才也是 她那二姐姐可能也跟她说的话 好 可能所有的人的内心 为什么都会痛苦 可能很多人都流泪 就是我们内心都有这种东西存在 好 往往都有些遗憾 所以说活着的人不能让这个遗憾 很继续 嗯 刚才当我听到两个人对话的时候 就您那个我是小六 嗯 嗯 马老师今天 马老师今天 嗯 其实一句话啊 就把过去很多的故事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都包含在里边了 落泪的人一般来讲呢 就是 情感可能会显得更丰富一些 因为三十年不近 通过一个电视栏目 看到了她的名字 想到她三十年前的形象 然后就开始苦苦的去追 去联系 双方都在寻找对方 其实那种情感一直都没有断 但是多种因素 可能搬迁 或者说 呃 结婚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导致大家的心中 总是有一份牵挂 但这个牵挂 就迟迟没有落地 我想 选择 我们可以增加她的内容 一个是我们在选择 自己的伴侣 另外一个呢 今天这样的一个片段 选择我们的生活 老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许跟年轻人不同 我们千万要保持家族的 这样一种联系 刚才王源老师谈到的血能与水 其实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 尤其现在可能家里面 因为一些所谓的不公 不一定是您家庭 有的家庭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栏目嘛 可能因为组上的一些东西 出现了不公平 于是 下面子女谁都不来往了 牵挂吗 大家在一起成长 原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因为那么一丁点事 或者那个事情再大一点 那我们不是依然可以生活的很好吗 所以我想给电视机前的朋友 提示一点 保持联络 好好联系 好好生活 咱下的节目 就带着你挑的那个男朋友 咱们一起去看看姐姐 多好啊 是吧 接下来就好好的来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好不好 调整一下情绪 来 这三位男士 包括他们的亲友团都表达了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好感 那咱们一个个见一见 先看看刚才那个他的二儿子作为亲友团的一号男嘉宾 来 大家好 我叫林绍仙 北京人 就想跟他好好聊聊 就想跟他好好聊聊 你们俩见过 我没理他 不是 因为我在工作 可人去了三回啊 那不行 倒是扣钱啊 那万一这人特别适合你呢 你把他去赶跑了 把这幸福赶跑了 多可惜啊 你没跟他留个电话什么的 我不会去你们找去 冒外 那叫冒卖 不重重人家 都要知道 在这边 要有这种 度 那你不觉得这是 这是 这多能表达人家先生那么喜欢的那种 我不这样认为 这样就是有度 因为你不认识 我们是成年人 又不是小青年的冲动 那话说回来 是不是你不太喜欢他那样啊 那头发 不像好好过日子的人 太时髦了 还行吧 我那我 我那朋友也 有过知 而误不及比他 您想那边 那边烫得更花是吧 那是自来卷 你说吧 他们都一直以为你这自来卷 实际上就是烫的是吧 我这个 我这是父母赐给的 那你那会儿有没有人觉得 又这男的这一头卷 当时找媳妇特难找 不不不 他们都喜欢我这头发 他们说我这省钱 省钱不用烫 是 关键您要拉直特费钱 再说有几个男的烫头发 人不会把你当不良青年呢 我自己挺喜欢这卷毛 你也加了也是 是吧 真的真的 心地善良 疼女士 哦 有责任心 哎呦 就一个卷发有这么多优点 那当然了 别太能夸自己了 更主要的顾佳 阿姨 你看 人光说一卷发 这这个好男人的几个优点都有了 咱儿子是什么发型 我儿子 可以算是平头 平头 那我儿子不善打扮 他就认为跟他妈一样 生来就美就美 你再美 你再化妆 那是另一回事 哦 当然化妆 也是一个人的事 您的意思说 我儿子 不管是卷发还是直发 那就是帅就是帅 那我可以这么讲吧 嘿 你看看 我说我老妈呢 往外蹦着词儿 可真够力 把他儿子说的这么好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啊 我们 我们 那个工作好 人品好 还不行啊 剩下还有什么 我 我一会我还有一句话 我今天 我 对公交司机 或者公交售票员 我也有 有什么呢 有一定的感情 因为我家属也是公交司机 哦 所以说 公交司机 或者跟公交售票员呢 非常辛苦 这个至于怎么交流 怎么爱 爱惜他 我会跟我们同事交流点点 好 这旗友团是吧 他搞公交 比较辛苦 累了以后回去我什么都坏 最近我又会成人 心有散 可是人家去了三趟七十七路啊 这来回是不是跟你做了 来回做了三趟啊 没有 没有做一趟你就下去了吧 那你为什么不理人家啊 你说不想理他吗 你不了解 八十趟又是 那既然人这么执着 从七十七路追到了我们选择的舞台 来 掌声请向我们 好 一号男嘉宾 哎呦 你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呀您这卷爸比他那亲友团帅多了 表解一下啊 林绍欣 对 五十五岁 善偶离异 哦两段婚姻 对 被人去工人选择与路士 自己说 我为你而来 我是你 我是最适合你的 智慧要有勇气 也有 有智慧没勇气也不行 你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对方喜欢你 对吧 我觉得从这个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 哎你爸在表白你紧张什么 因为他眼光高 特别高 是吗特挑了吗 就是不是说挑吧 反正就是 鸡蛋里捡骨头那种 真的 挑的那样 你都看不过去了是吧 还行 你举个例子 他以前都怎么在鸡蛋里挑骨头呢 你别回家别骂我 等等等 你必须保险我回家不骂他 没事对 肯定不骂啊 不骂他 好 说吧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平常就是说 到时候吃完饭 刷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那碗刷特干净 我打了三遍洗鸡灵 真是特别透亮 因为我们家那碗是透明的碗 我照我觉得特透亮 然后他告诉我不行啊 曾经刷 嗯 我不刷 有人给他撂挑 主要是对你这方面 鸡蛋里挑骨头是吧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 就是他们单位同事也好 他哥们也好 给他介绍一个 其实要是有时候我就说 我说这阿姨还行 有个有个人 有个人 什么人 我说 我说你太漂亮了 这也 我说那好吧 你自己选择就自己选择 就从来年轻人的眼光 都觉得这阿姨还不错了 他都没看上 对 所以他终于看上你了 工作做的满足嘛 工作下的还挺好 是不是就可以告诉你 你这父亲不单喜欢你 家人也喜欢我 是这个意思 韦杰已经是按你说的 他第四次见到林先生了吧 嗯 七十七路见了三回嘛 对吧 他挺忙的 那时候没法跟他说话 最可那什么的 最可气的 他戴一眼镜 跟那个史村警长似的弄的 我戴一墨镜 我当时很激动 看着他 我就没 你怎么说的 我说您好 我说您是张韦杰吗 他说是 他说是不是你看选择了 我说是 那你把眼镜摘了 很没礼貌 那样戴了 我当时没注意 赶紧戴了 我就跟 也就是说两句话 他是挺忙 我看挺忙 没敢打脚的 嗯 他也知道我来意 这第一次 第二次怎么又去了 你叫人忙 你为什么还去啊 那不行我看中了 看中了 第二次他怎么拒绝你呢 第二次怎么没拒绝 说你好 他知道 他因为第二次了 他说你好 那你先坐旁边 我先把工作搞不好 我说那什么 你忙吧 我说我刚坐两大 我说我该下车了 我说你忙你的 我说你看 你不方便 什么方便 我咱再来 我再看你 所以第三次去呢 第三次去 他怎么说的 还是这样 他说上我们大眼的 走吧 那你干嘛还去啊 一次一次的呢 因为我 因为我怎么说这几年呢 人也有介绍的 没有 没注我的意义 我也没看 我这一载 那选择里看的节目 哎呦 心里碰烂一动 我说得了 必须的这个 我追 我就是说按我自己那种理想 怎么说理想 我有一些希望 去去就去做无限努力去追求的 听他那么说想这样 只是你在工作的时间 不适合做自己私人的事情 是这样 那在我理解吧 都三回了 他是不是就拒绝你的意思了 拒绝我 是他的拒绝 但是我 没有 没有 没有说丧失 对他那种追求 我绝对王子追求 二号先生 您好 您听到一号先生的表白了吗 人之前都已经 有过三回交手了 是吗 嗯 那恭喜他 恭喜他就没你的事了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啊 哎呀 那广告语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嘛 哈哈哈哈 人家这个林先生 终于碰到一个喜欢的人了 即使这个 这个我们女嘉宾拒绝他 也一二三三三三三四 就一辈子追下去了 是吗 对 那要比耐力的话 那我可能可能会更好 哎呦 你说怎么碰上这么一对手啊 没事 这要和平竞争吧 那个林先生我想问一问题哈 您看刚才 您 在观察室的时候啊 我们 整个这帮人 哭得稀哗哗啦的 刚才您三位谁 落雷落得最多 我 七年来流泪 四年来 这种事情 尤其想被年龄过来 特别是呢 她哭 我不是问了好几次 她哭了 听你的热是非常感人的 你说哭嘛 我觉得可能还差一些 至少 眼睛微微失晕是有的 对对对对 我知道以后就是她也选择了我 不是我当看中她 她也选择了我 她选择了我 我知道我怎么去疼她 我怎么去爱她 把我自己的行动 和我自己的语录 和我自己的思想 跟她后半生兑现 您还有语录呢 啥语录 就我心里的语录 说说听听呗 我的语录就是说 我对她负责任 我怎么疼她 我怎么让她 在后半生 把前边的一切都忘掉 然后怎么在幸福快乐当中生活 英雄所见略童啊 来 咱再看看林先生 还有什么想说的 张伟杰 你在我心目当中 虽然时间不长 但你扎根吧 我 非常非常的 现在说爱你吧 有点早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这次到 这个 选择栏目呢 我是 就不你来的 我也不多说了 嗯 就看你对我的看法和想法 嗯 你听听 叫你叫你 对 太给力了 是 我跟你讲 就拿着您这种精神来 没有找不到媳妇的 嗯 我现在很看好您 公平竞争的 是吧 哎 话说回你 你喜欢美杰哪个点啊 喜欢她 端庄大方 对家庭负责任 对工作认真 挺认真的 在工作当中 很热情 你去翻回她都不理你 但是对我是 是这样 对别人特别特别 特别好 她也给我提说 一般眼睛摘了 我觉得很羞愧 我觉得我 这么大人 那我一着急 一激动啊 没摘眼睛 我觉得说很不礼貌 我很歉意 当这今天我说对不起 哎呦 这点小事啊 实际说你追求人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人家能接受你的美好 那也是你更大的美好 是你自己家庭的美好 是这个 亲友团意见不大一致 很多人会被林先生刚才那一番语言所打动 您看到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米七大姐就先点头 是不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她这种真诚 是值得赞美的 但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那边就是 有人摇头的 哎 对 谁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一号先生不好 我是真的想让韦杰再认真地考虑下一个 然后做一个比较 嗯 但要比来比去还是一号最好怎么办 那就选择一号了 哦 我们想问一下林先生 如果您的性格什么的 您能为我这个妹妹能改变吗 能 哪一点 像您那个刚才说的有点什么洁癖啊 什么的 因为我这个妹妹呢有点大的咧咧的人 所以呢您如果说能包容她不可以 能 那 因为洁癖是一个卫生的一个女人 对我知道 是爱干净的 但是说这方面呢 嗯 我注意些 爱她 那时候我一切都包容她 对你应该也包容她 真正的爱她 老实交代是不是这么说的 姐妹们真为你负责任了 她们的关心是好 但是说她通过我的行为 让她告诉她们 放心 我比我说的还要做的 做的比说的还要 嗯 所以啊 来来我们看看您现在下边要说什么了 我是一个家庭型的男人 软一下 什么东西软一下 嗯 同事也好啊 还是家人也好啊 可是 这一软嘛 就是 在单位啊 说 弄一个好人员 在家里 嗯 产生很多的不良的后果 嗯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我 我现在这个婚姻已经离了 也是我软的一面 好 既然说到了婚姻的事情啊 有两次是吗 对 因为 第一次吧 这个结婚 提的有病 嗯 孩子两周半就没妈了 那个在病重当中呢 反正可想而知 我自己我 做一个账目 应该做都做到了 这个一个前妻 那个前妻的这个 呃 对我的 还有小舅子 小小妹妹 对我的 对她姐的爱 都认可的 啊 亲戚朋友都认可的 单位都认可 那第二次婚姻呢 就是两个孩子两 四岁左右呢 我又接 接第二次婚 接第二次婚 婚后呢 二年又有这孩子 这期间呢 就是家庭 从各旁边都不是那么 推富裕啊 都各旁边去 各旁边去 各旁边乱家固 都没有点事啊 反正压得我这 就是这么多年实在是 嗯 闯不过气了 那你们俩为什么分的呀 嗯 感情不好 老爸老妈离婚那会儿 你多大 我18岁生日 刚过 就说 撒约 嗯 有没有对他们俩有点意见 嗯 就是恨 恨的是就是我妈不要 嗯 嗯 哦 还有就是 那 不是 那个 阿姨您别不爱听啊 就是因为跟我妈离婚之后 我爸就是 就属于蟑螂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 词形通蝶 又当妈又当爹 就这样照我跟我哥 就这样 谢谢你 儿子谢谢你 这都不叫事 什么才是事啊 如果说 就是 我自私一点吧 如果说他能跟阿姨今天牵手了 交易那时间俩人结婚了 那二话不说 该叫妈叫吧 哇 这一人来的一话 嗯 大家有点意思 你还沟通 肯定沟通过 不是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一人来当然 因为你是真情大 你本身你 你经过那段经历 说我是那人 咱们家怎么过来 咱们还不清楚吗 其实 也就是说他 儿子说的也是真的 他爸说的也是真的 你打的一个字是情 其实对于林先生来讲 可能这是他的软肋 嗯 两次婚姻 但是我不知道在 呃 父子 两人共同的产出之下 对于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呢 他先扫 我这不是他的错 离异很正常 嗯 我也是离异 嗯 嗯 嗯 不错这哥们可以 分手 对他来讲也正是一个 要闹劲的时候 对吧 青春期啊 青春后期啊等等 那么但是他依然能够跟父亲 关系处到这个程度 说明父亲付出的是 比较多的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可以不懂事 但是父亲的状态 他要比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父亲要付出更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可以看到他 对人的一个态度 阿姨啊 说实话 您觉得这一好跟韦杰 是不是还挺好 挺合适的呀 哎 那就看他们个人的圆子了 我只能这样表达 那如果是你儿子坐在这儿的话 你觉得看上去更顺眼吗 对 哦 因为我儿子有点不刺激他 哦 我谢谢男生啊 你不要记忆 没事 真的 会做饭 就得性格他们俩 真正吻合 哦是吗 对 特吻合 特有爱心 说张伟杰有爱心 他们俩真的说 像我 所以从您的角度 您的儿子跟伟杰 我特喜欢他 更般配是吧 对 哈哈哈 说什么呢 所以你做的上个更顺眼 哈哈哈 您看这位先生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那您看这位女士呢 女士更好 怎么叫更好啊 对啊 那我找他来的 啊 阿姨 阿姨又出来一起跟对手 可以再说一句 张伟杰女士 你放心 你有母亲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父亲 父母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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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保证跟你 跟他孝敬他自个儿的亲生父母 一模一样 绝对没有二号 我跟他打保证 亲友团不在 你还多亏啊 是吧 你当我亲友团吧 我对您没那么了解 您多大岁数了 小岁 您贵姓叫什么名 王 王先生 您是哪人呢 我北京 北京人 有孩子吗 有 几个 就一个公司 多大了 24 24 那应该没负担 人家都 一点负担都没有 对人家都那个该自己工作了 是吧 上班 看北京特认真的盯人 你是看不清楚是吗 其实他不介意我的 就是身高 我 刚才跟我沟通过 那您就把这点秘密问了呗 您有 介意我身高 你不介意 我 肯定 就是移民的我 我更矮点 就是这缺点 除了身高 咱剩下都是优点了是吧 优点 咱不能说不出来 反正是肯定 就她的妈妈 我肯定跟 像自己妈妈一样笑一样 一定让她幸福 伟杰真有福气啊 每一个男人来都是说 我一定对你好 你放心 观点还有这么一句话 因为 张女士的善良 人说 我一定会对老人家 像自己的妈一样 但这 我的要求唯一就是 最后 我妈我爸走不动的时候 在我这 大 就是说 谁想跟我的时候 别介意我照顾我妈我爸 一号 我替你 咱们一块照顾我妈妈 好 哎呀 这连妈妈都叫上了 二号 三号 嘿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哎呀 您不紧张啊 呃 我还好 我还挺挺挺挺得住 你自己依然那么有信心 是吧 没错 你看不光一号 现在又出来四号 出来五个都可以 这是几号啊 三号 哇呀 三号真的是 二号先生 哎 您好主持人 这我看您的老妈特喜欢北京 当然当然 是 我一直不知道您自己的态度啊 我自己态度我是这样的 我妈行的一定是我行的 一定是我行的 哎呦 妈呀 选择的这个舞台上 特别多 皮尾杰漂亮的 真的特别的多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的男士 就是我觉得我们男士都特别聪明了哈 他们希望这个我们说后半生和什么人相守啊 就和这种比较有爱 然后呢也比较大条 别那么叽叽歪歪哈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大妞 能遇到咱们那个公交公交战役上有这样的一个美女能做出这样的结果 真的感到荣幸 真的怎么回事 至于说 至于说能不能牵手 老天保佑 对 有这么一段话是吧 就谈到北京大妞 北京土生土长的女孩子 那种豪爽那种大气 那种热情 其实在他身上都是有体现的 对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您的场是这么热闹 您的场让大家出现那种 我这是必须的 那我一定是百分之百 哪怕百分之一的机会 我一定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真的实在在欣赏你 能给他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人 这一点我跟他是相通的 我看得出来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以我自己的理解 他从这个行业本身就是那种性质 关键是任林先生还没说以后要怎么着呢 你看 给他带来幸福 关爱他 是吧 怎么个幸福吧 怎么个关爱他 就是 我也没有多好条件 可是我知道他 他累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给他按摩 他那个 他伤心了 我会哄他 这个人家 什么 伤心的时候会哄 对 然后累了的时候会给按摩 对 对对 你行不行啊 行 真会吗 真会 因为我也经常跟专家呀 接触专家 那院长什么的 我们本身卫生系统嘛 嗯 跟他们就问问他们 因为我这么多年呢 因为小孩他妈妈呢 有身体不少的小毛病 我都会拍完 哎哟 肩膀疼不 有点 真有点 是吧 左肩疼 右肩疼 颈椎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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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摸 哎呀 好 不舒服直接说 不专业咱就不用它 怕死了 对 我可以 我没问题 我更温柔体贴 不是 这种 你说我也不会做 你让我去做 我可以 但是这不加按摩呀 我不肯定了 但是你说做谁都会去 我觉得很简单吧 拍拍打打揉揉 这都会的 你看 王老师 咱俩路选择路这么长时间 对 你说咱肩膀不疼 咱脖子不累 是吧 这哪有这待遇 对吧 对 我觉得林先生是一个行动派 我看上了 我就去77路 一趟不行两趟 两趟不行三趟 你看这一说 立马就行动 就是 俩借鸡前的人 好了 好了 你还甭说你跟王老师 咱俩捆一块 现在咱俩都喊肩膀疼 还不如人家亲友团 随便谁喊 我也不舒服 哈哈 我来抗事吗 这个就知道是抓什么 什么是第一位的 所以林先生啊 是很明白的 不信的话台下 谁不舒服啊 您瞧 我 我先给阿姨按摩 先给阿姨按摩 你看 这才叫抓重点 是啊 没事 没事 是不是就你看 你也能看到 就说这个 是不是就这样 做都对不对的 你讲是吧 您一直就告诉我 我没这儿 但是我也觉得我行 哈哈哈 哈哈哈 阿姨舒服不 舒服 真舒服 真舒服 不会是因为林先生按摩 没享受过这个 哎呦 大家没享受过 如果要天天享受这么 每天有半个小时 是不是这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了 高兴 高兴 您现在 行了 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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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 这个都是大姨子我跟你说 大姨子 二姨子 三姨子 啊 你当心点 你还没听出来 嗯 大姨子小姨子 对 大姨子小姨子都在 好 听出来没有啊 话里要话 二号先生 哎 您好 真的 我这次郑重的劝您 算了吧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您必须放弃 嗯 你看 从这个 这个我们女嘉宾这边都已经开始 哎 哎 大姨子 二姨子 三姨子别怕了都给按一下 那还大舅子小舅子 对 还有 你听明白这里边的意思了吧 我听出来了 我相信他们的青春团 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都会关心他 到着来做选择节目这些嘉宾的幸福了 嗯 啊 这没什么 所以 您的态度是 所以我的态度是 呃 是不是快快轮到我上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他他他他早急 我叫他先生 一会儿他上帝来吧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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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一下 哎 您又是不着急 哈哈哈哈 待会儿 该轮到我了 那个我 着急也没用 他这是坐着 没错 选择是你的事 但是我呢 衷心的希望 我的细心就百分之百的愿意让您选我 嗯 嗯 好 谢谢 哇 好 待会儿见啊 好嘞 看看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嗯 好 我希望呢 因为我第一来的时候 我细心特别十足 嗯 这一上台跟他接触以后 我觉得这人太好了 嗯 我反正我 要我要介绍我自己的事 我都说了 我觉得说 应该没有你 那边俩竞争者都挺好 但是说 呃 有的这个 有一会儿文化差异 还有说这个社会 那个 乐理啊 嗯 还有很多的知识吧 我觉得 他们也挺好 但是说我的好在哪呢 我比他们 都全美一点 好 社会知识 还有这个 呃 乐理我都比他们强的 你这次跟张伟先生见面 他的什么给你留下的 最深刻的印象 他的落了大方 就稳重大方 嗯 这个 呃 人呢 挺普通 挺孝顺 我觉得你对他印象挺好的 是吗 还行吧 还行 但据我所知 二号真的 挺不错的 见看看 看看 行 咱先来个第一印象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叫周军 今年46岁 是一名出租司机 我呢 就是平常 就是一个大咧咧 喜欢开玩笑的人 呃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喜好什么的 呃 就是一个 呃 天天在路上爬 然后回家休息 周日复是总是这样 嗯 我单身也很久了 上岸 前一天 前一天好像是 对 我妈从 我母亲从一个电视上看到这个 选择了郎东 一位 一位单身女士吧 她叫 是 是叫张伟杰 一上海 又说 这北京女孩那劲 虽然年龄在那儿了 但是那模子在那儿 年龄虽然大一些 但是那模子在那儿 我想跟她去多多的了解 呃 希望我们能相互喜欢 怎么样 你也挺帅的 挺好的 咱把她请上来 认一认 来 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周俊 你比那里边还年轻 呃 大家好 怎么着 您得溜着边上啊 握手去 我真行 对不起 他没告诉你是吧 咱俩好得认识认识 对对对 这我们王老师 我带你认识认识啊 这头发这个好 妈老师 真假发似的 是吧 妈老师得恨死这个 别别别 他今年还有一位呢 下边 还一位呢 哦 才下一个啊 单身多长时间了 四年 四年了 我估计老妈那白头发啊 就跟你这四年熬出来的 呃 是啊 你看老母亲你说 在这个岁数啊 看选择 通常就是大家看个热闹 但对于您的母亲来讲 她不光是看热闹 她要认真地给儿子挑一个 就把伟姐给挑出来了 是啊 真是很幸运 我母亲看上了 张伟姐 但是看过那编导 我看过之后 我觉得我妈的选择太好了 也就是我写的 如果说通过今天这种节目 心里边想找到一个家 找到那个人的话 我已经当是她 是这个意思 公平竞争 是吧 你有你的语言 他也他的语言 我就知道这个北京的滴哥 其实特能说 你知道吧 嗯 就是聊啊聊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没不知道我的事 哇 好比现在啊 77路车票员 美捷 下班了 嗯 家里有点急事 赶工汽车来不及 嗯 一招手 嗨 上到您的车 嗯 这是当真 如果是当真的话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肯定就是我来做 哈哈 我一定天天待着你 这没有问题 天天送啊 对啊 我和早上四点就起床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如果时间 如果时间有的是什么 就能做的事 做到底 晚上三点才下班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有多少个三点 在我心中 永远是一个时间 这二挺活泼 还特别兴奋现在 今年他挺兴奋 嗯 这 这个事是高兴 这事兴奋是正常的 你要是 带着客人的时候怎么办 你怎么去接的 还有事 带着客人的时候 他不下班了 在你车上有人 车上有人吧 对 那我就很容易的找到 同行的人 这是第一个方法 同行怎么着啊 是让同行一接你喜欢 对啊 路上很多运营的车辆 很多啊 很多 比如说 就得坐你的车 你怎么办 就得坐我的车 我就说那个 就是那个时间的话 也就是说我车上比如说 有个客人在车上 然后他这时候给我打电话 对吧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 就是说 我赶紧带着车里客人 去找其他的车辆 你别耽误了 车里客人的事情和时间 按我们行话这叫倒秤 哦 哦 还有这好话呢 你们也干过这事啊 我也是司机 我们全是公交司机 那你们什么情况下 才能把我们这些乘客 给倒秤到那车上 车坏了 出现意外的时候 都可以倒秤 哦 我们必须负责把乘客 送到另一辆车上 继续走 哦 不能耽误乘客 这人行话你看 对 有得了 哪怕之前的客人 已经走了20公里了 也说 我这钱我不收了 您去别的车吧 找我媳妇去了 是吧 您要遇到我这种一根筋的呀 我还就坐你的车了 我不走了 而且接着石家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我怎么老打不上车呢 原来大家一看我这张脸 说这就是那一根筋 哪一根筋 走 哈哈哈 您可千万 不是 您可千万别让我遇到您说这话的事 来 让他看 我一会儿我跟您下了场 我就老辣 您不让您下车 来 来看周先生啊 他的片子 我觉得跟我说我能让你快了 男的也好女的 就是 我就觉得 你怎么能让廖先生跟你聊得坏了 甭管是 对不对 什么话题都无所谓 什么话题都无所谓 只要你能接着 你接着你也想聊 你还乐 你觉得你最大缺点 我觉得我缺点也是有的 太能聊了 对 就是 有时候感觉你说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住口啊 就有时候自己又就是说我自己的说 其实 意识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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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 能意识到是个进步 就是少说一点的 这个高音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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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就如同 有可能我看周先生那片子看多了 周先生那片子我非常喜欢 他那种他那种无头的叫抽象的 你还得有精力 还得知道的 你才能体会他在表达什么 有时候不知道的 你联想不到一起 你也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一直在说 哎 对 但你刚才说了一点 说你特别能说 能说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话稍微多一些 你觉得这算话牢吗 是是是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 哈哈哈哈 你有对付话牢的方法吗 闭嘴 好接触 大气 大气 真是北京大牛 真是 打得方方的 真是我追他的 真是理想的人 好 我们来看周先生 下一个片子 张小姐女士你好 呃 我觉得很喜欢你这个人 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嗯 嗯 能坚持到现在 是我非常 是我非常非常那个 觉得敬重你的地方 但是又说 如果说谈喜悦想想想想 再一起组织家庭 我也是非常喜欢跟你想组织家庭 嗯 我希望你你能考虑考虑我 我是带着一颗真正的心 在向你说这些 我如果刚才提到优点的话 如果说最大就对婚礼优点的话 绝对是忠诚 就是说 在什么条件环境下 如果有有不忠诚考虑我的环境 我同样还是忠诚 这点是 我自对自己 又对自己是身心不移的 嗯 让我想起来刚才老母亲说过 老母亲说 周先生实在是太传统了 嗯 传统倒觉得我娶了这么一个人 我应该是一辈子就在负责任呢 所以有的时候也也没有想到说 我为什么就会把婚给离了 那段婚姻有多长时间 十九年吧 十九年 孩子已经很大了吧 其实我们在想 婚姻到这个时候 很多难熬的时候都过来了 嗯 为什么反倒在 过了四十了 孩子也大了 就没法继续了 就我个人而言 个人的经历而言吧 就是说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 在组织自己家庭的时候 觉得对方 应当是天下唯一的 都是一生一世 肯定要坚守自己的承诺 我想这是一定的 谁把承诺打破了 这个问题 能先放一放吗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会不会合适这个程度 再好也是昨天 是昨天了 其实很多时候啊 话特别多 特别密的人 老是会让人 一种有嘴滑舌的感觉 但是我发现周先生身上 真的是 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在里面 他有年轻 嗯 个儿也挺好 这是他的 张伟杰的 权利 作为在他没有权的权利 我们都呢 属于爬山的 对 往上追上 对 竞争 都争第一 争的什么第一 就是给张伟杰的印象 第一 幸福我不敢说 温馨一定有 至少跟我在一起 我也觉得 欢笑多的 我以我观察 我觉得 我自己 我自己认为我能给别人带来欢笑 但是在这方面 以我的观察的话 我觉得他还要好于我 在这方面 他可能给你带来的欢笑更多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争跟他 有一个温馨的家 那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温馨说起来容易 你准备怎么给人家 嗯 你看这一号 直接上来揉肩 媳妇你累不 你哪疼 我给你揉 这些 其实我讲这些 你要是爱对方的话 这些 真不是事情 都可以做 是吧 真是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年龄 理解 对爱别人和爱自己家 这种感觉 可能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给揉揉肩啊 然后垂垂背啊 就是说让家人 就感觉到家人的温馨 和放松的那种感觉 这些我相信 太多的家庭都能做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太多家庭 可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我给你做 你不给我做呀 到了这个岁数就知道 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爱 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对对对对 也是 那对将来的生活有过设想吗 内心中的那个家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那做什么 做什么 说什么 全都是温馨的 所以以后的人生的道路上 感觉温馨 知足幸福 够 我用我的一生的一生的生命 来 来 来 打动 不让人真诚 用我的生命来 打动他 哎 你有什么才艺吗 那什么这样 我 我就唱 能唱你就唱 而且可能连不上 没事 没关系 好好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一个千万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他就想得到这些 对 因为他失去的幸福太多了 失去的 他得到的 总之有限 你现在开始55岁我 我现在想照我的 我 我能活多大 对 对 是吗 因为有限的生命 做出无限的让人得到无限的幸福 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怎么样很专业吧 这以后你这什么大姨子二姨子 大舅子小舅子的 是吧 心情不好 说姐夫 这个 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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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车别跑了 给唱一首吧 心情不太好 嗯 这 这 这就一起呗 好 来 最后抓紧时间 敦伟杰 说你最想说的那句话 其实我 我真有最想说 但是我 我可能我说的 说不出来我自己那种 表达怎么特别能让你觉得不错的 一个家的温馨 不是说出来也能说出来的 我们的经历 刚才我讲爱自己和爱家人 这个年龄我们能体会得到 希望有机会 给我个机会 来争取我对你的喜欢你能接受 嗯 谢谢 好那就待会再见 好吧好吧 热情 大方 那种感觉 比如说刚才去我刚才唱歌 我真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什么 因为 我觉得我很 很笨啊 然后那个张明说你什么 会跳吗 因为他那一身体 我觉得哎呀 就是北京那种你可别欢快 是吧 只要还是这个 这个欢快就是说 大家在一起 就是应该齐了笼笼 齐了笼笼的概念 在那个店上看到他那个 找到十多年的 家人的时候 我刚才在场我就想说 我说 恭喜你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这样 还有这样意外的收获 对你和你的家人来讲 我当然没说 哎呦 我的脑子很乱 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细节 在我在下午观看的 我觉得那个细节 挺打动的 确实是 不单单打动我 我觉得 虽然说我是众多喜欢张明说 男士当中的一个 但是这个一个 我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其他的 那一个一个的加起来 也同样能 也会被感动的 包括电视机前的人 我也这么看 要听朋友吧 周先生在观察室的时候 觉得特别的奔放 但一到场上还挺羞涩的 被我的气氧压倒了吧 你都没说话呢 说实话 一号二号都见了 你对他们俩人的印象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号挺稳重的 我就是有点发牢 二号很发牢是吗 要这么说 我觉得三号 应该也蛮稳重的 咱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叫张明强 今年五十岁 我三西大同人 北京户口 一九八一年 参专来到北京 这已经一善事了 国有借助企业 从此项目 施工管理工作 想通货选择 来找一位男青菜浪 男青大伙 心理善良 有爱心 知书明理 能听好 咔咔嚓死死 国字给人 因为我的房子呢 大卫房 协议离婚的时候 改孩子了 我没有房子 希望对方有房子 看到三号先生出场了 你现在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有有信心 你信心怎么来的 我比他们都有优势 在哪啊 什么负担没有 只有我啊 就一个闺女啊 有房子吗 有 独立住房 对 哦 他给姑娘买了一套 哦 那有退休金吗 肯定有 国家企业 国中田 哦 这条件还挺好 不光有退休金 咱们已经还不少 那肯定的 家的父母没了 在老家山东 这就是我父母 都跟他一样 当自己老人对的 估计够恰 因为他内心的标准 最后标准挺高的 咱把我们三号张碧强先生请上我们节目的现场 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你好 周轩好 周轩好 巴老师 巴老师 可见着真人了吧 对 怎么样啊 好 是长得漂亮好 还是脾气性格好 不 我感觉他不行 没戏 很帅的 先生 你也是 有点偕老 我知道大部分那边风沙比较大 不是我 高中毕业以后 就当兵过来 哦 八一年底以后 哦 后来做什么工作呀 一直在总政系统工作 哦 下面一直搞借助 去单位 86年呢我们就脱京东了 才已经脱了京东 完了99年 我们单位不是部队 单位了以后 也要离开 部队的嘛 我们现在归做美能源集团了 哦 是这样 那现在应该是没退休吧 没有没有 我60岁 对 还要工作10年呢 对 最有趣就是他 是是是 大哥您 您别问我了 我现在我下来 我都不知道我场上说什么了 我单位的房子啊 呃 协议给孩子了 就是现在我没有住房子 现在他跟他妈生活 就是现在真的在那儿 哦 所以您就要找一个 哎 有房子 哦 这是一个硬性条件 是必须要有房子 还是最好要有房子 呃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了 这个上门女性是挺好的 准备做上门女性了 对 房子有那么重要吗 不重要 这两个人有居住地方就可以了 在我来看房子没那么重要 对 还很重要就这样 在我这样 但如果说没有房子 两个人以后就都租房子呢 租房子也可以啊 有能力就可以租房 房子没那么重要 对对 在国外全都租房 嗯 没错 全都很好 我觉得韦杰的那个观点哈 确实是 其实房子真的没那么重要 好 如果说两个人都没有房子 其实租房有稳定的 呃 医保啊 退休机啊 其实晚年一样能够幸福 而且那个还提到了一个话题哈 就是对方有房 我上门 嗯 当然现在这个状态呢 谁有房子在哪住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最初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可能还是让人心理上 有一个 咯噔一下 那到底想做什么呢 当然了 这个各个角度来看 这个先生也挺真诚 先生心里有什么说什么 其实我现在目前这个房子呢 给孩子了 那我没有房子 如果对方有房的话 我是可以到对方家里去 陪伴他 或者照顾他的老人 愿意把这个责任也担下来 另外一个呢 他有工资 对收入呢 支撑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你买一个房子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是需要自己要积攒很多年之后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怎么选 我们看到第一段视频的时候 您台下的亲友团 我一直在故意观察 就那个黄衣服的 这位亲友团 马上我就看到他的态度是在摇头 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黄衣服的姐姐或者妹妹 马上就摇头 这不行 我读您的信息没错吧 为什么要先把房子放在第一位呢 男同志不得好 你怎么看 其实一开始吧 我挺像的这三号嘉宾 因为我特别喜欢当兵的 我觉得当兵的人吧 他对他比较直爽 然后心里特别善良 而且就说什么就是什么那种人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 比较朴实啊 但是我觉得 后来吧 我就觉得 还是 没有房这个问题 在北京来说是比较 张先生你别生气就好 嗯 不会不会 我认为正常 如果我也考虑这个事 我也怎么考虑 这个事 这个没有住房在北京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房子问题 我感觉我们这个人 刚才说了 我们非常踏实 这个除了房子问题 我说啊 他没挑 没得挑 好我们来看张先生下一条 张女士 你好 呃 看了这个 选择节目啊 呃 通过 通过你的叙数啊 我能看出 你的 你的这些 你的大方 和你的 心底善良的一面 我觉得你的修养 汉养比较 很高的 所以说 就你这个状况 一般人做不到 从心里面 比较害 所以说 你 我 我觉得 想通过这个 这种认识你 想 了解你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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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认识 你好像突然之间不会说话 不会说 也不是下回都说 为什么不会说了 一方面我是未向一方面是内向 特别是这方面我比较羞涩 想说也不该说了 他应该选择我 这些失足 希望他能选我 天日自己说话都乐 乐什么呀 乐啥呀您 好笑 好笑 没见过自己上镜什么样 对没见过 那天紧张还是今天紧张 那天挺紧张的 不知道怎么说 都五六岁了还害羞呢 他不是又无脸又笑的是吧 是 首先他这个人 为这阳光很喜庆 爱笑 他还有大气大 这一块 他这是那个 心理 心 品格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 张建远下一条片子 我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 真正性比较强 心比较散 这两点是我最大的优点 做人我 是比较比较诚 诚肯的一种人 说白了就是厚道 他说 我们老家人说叫厚道 比较真心没假 就是说 人家说年年五十岁 再加到虫 可能有点 有点幼稚 所以说 我把这个词改了一下 叫做 真诚 很蠢 蠢 蠢 蠢就是 蠢 蠢嘛 人嘛 比较真的就是 对 一点不擦死水分 我不会说假话 就是说说一点假话 就脸就是黑哨 咱们就说黑哨 红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真诚的点 他那样子 你看着很自然 就是他不做的 他不在装 我就觉得这就是真实嘛 来我们来了解张先生 接下来的一篇子 我觉得爱情是 神圣很伟大的 我因为第一次红鹰 对这个爱情不太懂 活到五十岁 没太过恋爱 就不知道恋爱的感觉 所以说我这一次就是 爸爸的以后啊 也想恋爱一次 这样的话感受一下恋爱的 温兴和甜蜜 您那说的所谓的第一次 第一次 您是有几次婚姻的 我有两次婚姻 您什么情况 一零年离婚了以后啊 一一年就短暂的婚姻 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八六年八七年 八六年脱离冲装 八八八七年 应该是八七年的时候 也是大远老太这个介绍 介绍以后就我们认识 认识当时也是 就是沟通也不太好 争取我妈的意见的话 能冲人 老人的意思 找个他人过日子就行了 你找个花里花瘦的 你也红不住人去 当时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也不把这个 也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东西 爱情是什么东西 心里婚后结婚了 对 咱那个婚姻当中 就有了几个孩子 对对对 这婚姻维持了有多少 二十年 就在那 那最后离婚 怎样有点理由啊 就是说不在一起 做不在一起 很变 就二十年就 基本上就这种状态 就这种状态 你跟我就没法沟通了 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 也不会太痛苦吧 我们两个也是 他也跟我一样 有一种轻松感 他们离婚的原因 只能两个人清楚 是吧 别人不知道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离婚是一种解冻 哎呀 我高兴 他是真的 他受过那种煎熬 他实在受不了了 那该离就得离 不离啊 不行 不离都煎熬了 苦熬了 跟监狱一样 照说年轻的时候 咱不懂爱情 这第二回 咱不得好好的挑挑 第二回是这样子 当时 我后来出来以后 这样我也想成家 工练网也认识 认识以后也见 见了以后 这这个人还 微信还可以 回的办法就是咱们见面 在外边见面就不了解一个人 咱们说的真话 以为人家是真话 其实说是跟我说的 正行工作 这期生活以后 才发现他不在银行工作 不在银行 正行动点做销售的那种 做保险的 好多不愉快的东西 他也不让忘 所以结了有一年 没有几个月 就是3月份 结婚5月份 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我会了解 问他一下 但是一点不让 好多贵异的东西 不让忘 不让忘了 就这样的话 他心里也不痛快 主要是他的工作性质 可能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后来这样的话 封锁就封锁了 这种更痛苦 结婚跟离婚差不多 没有真正了解对方 是吧 说真了解对方 好几十年也能理 那你总之 你过了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 冷协定于张先生的 两次婚姻 你怎么看 第二次太老帅了吧 少帅 没了解好 这不是买萝卜买菜 买家去了 咱们高他一辈子 刚才说了一句话 50岁了 我希望有一次恋爱 要不然的话 这一生真的就这样过去了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 才想到谈恋爱 说我没有体验过 谈恋爱的滋味 我想体验一次 在电视上看到一位 张女士之后 马上就开始 捧人心动 就那种恋爱的冲动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么任何一个年龄 都是可以恋爱的 年龄再大一点 70岁也是可以恋爱的 只要你有这份心思 对方愿意跟您配合 因为恋爱是双方的事情 那就要 这个权力就在对方手里 因为您已经表达了您自己的态度 其实两个人也做了很多的了解了 你依然要像我们的一号二号男嘉宾一样 来给自己争取一下 有什么要对韦杰说的 张韦杰 都是那个 你学着我 背不住背 对你好 对你妈 也一定好 这点你会放心 考虑我就行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进行最终的选择 我感觉她不行 没信 您要不要抓着这机会表白一下 我也不会说话 就是您现在想跟蕾杰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就是 跟她一块孝敬老人 嗯 我绝对不会让她后悔的 让她画好后半生 嗯 你要是她了解我以后 肯定不会让她后悔的 好 让我闺女说 让她刚给闺女打了个电话 你闺女啊 闺女刚下班 她问我 问我这事 啊 问我什么意思 我说我那张阿姨 不嫌疑我哥 啊 她说那不挺好的吗 是我 那你啥意思 是等着闺女来 我咱来不了了 那你是 那我闺女给她说两句话 她没听我谈太长大了 我没听我谈你不懂 哈哈 你好 你好 我是选择的主持人小燕 哎 你好 那个 你爸爸在选择现场呢 强烈要求 必须给你打个电话 啊 我知道 我知道她起用来 今天本来我也想起用来的 然后今天我上班都没去了 你知道啊 今天一共连你爸爸来了四位叔叔 都很喜欢这个阿姨 这四个人追一个人 你知道那三个叔叔的亲友团 老给力了 所以你爸hold不住了 知道吧 说必须得让你跟这个 他喜欢的这个阿姨说两句话 你让你特别好 特别 特别善良 你知道吧 嗯 你要知道你爸的心 啊 哈哈哈 十家家里呢 你得知道老爸的心 来 美琪 过来 那我跟您阿姨 你叫他阿姨 哎 喂阿姨 哎姑娘您好姑娘 哎 您好 那个我爸跟我说过 然后那个说您挺好的 我也挺支持他的 我看我爸真的挺喜欢您的 然后也希望您能那个接受他 哦 好好好 你爸你爸那好都说出来 我也老是 哈哈哈 反正我爸这个人就是特别好 嗯 特别实在 是挺实在的 实在的紧张都不行了都 哎 说什么也不如行动 只要让阿姨进了我们家门 我们一定会对他亲啊 亲上加亲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知道该怎么亲好了 哈哈哈 哎 你爸勤快吗 当然勤快呀 我我我 我爸就是医师父母 哈哈哈 哦 就是经济上 这个生活 工作上 处处都在这个 照顾着大家 是吧 对 我爸现在就是也快退休了 然后在我我家附近 然后又长了一个工作 嗯 反正也挺平常也挺忙的 嗯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然后上完班再回家做饭什么的 收拾屋子 哎 怎么说呀收拾都激动 哈哈哈 是啊 我平常上班下班也挺晚的 什么都我爸都做好了 回家等着我一起吃 反正我爸挺不容易的 是吧 那你说你爸有一份退休金 再打一工 他也也是为了就是以后能做添补一下我呗 然后呢他以后再找一个新的那个 鸡味 然后呢再对他好呗 哦 条件还都可以啊 嗯 都是都在本地都有房子什么的 嗯 然后我也不用我爸现在怎么操心 嗯 反正我家就我这一个 肯定是我爸比较心疼我呀 嗯 嗯 现在 妈妈想有个伴儿 然后我也支持他 对你爸刚才说给你买了一个房 那你有房住了 他有房吗 他有啊 我家两套房 哈哈哈 以后我那个家 他想住哪都住都行啊 嗯 好 那就看你爸运气怎么样了啊 不管怎么样吧 都祝他们幸福吧 嗯 好 谢谢你啊 嗯 200 我要送给他一件礼物 白金钻戒 我只有送他一个字 哎 我送他一颗星 哦 我是他闺女 嘿 隐藏的这么深 你多大了 21了 你是不是也挺紧张的 我不紧张 我妈紧张 哈哈哈 你能不紧张吗 这决定将来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叔叔进到你们家呀 其实我就想跟我妈说 其实 她需要的 其实就是一个 有时间陪她 而不是需要一个有事业去养她的 嗯 说了好 看这有点激动是吧 是妈妈一手把你带大的吗 差不多吧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管我 妈妈呢 妈妈上班了 实在疼不出功夫来是吧 那会儿你有多大呀 五岁 也够难 也够难的 说实话 女人带一个孩子 对 这么多年 我不想让妈找一个有累赘的 因为过去的20年过得挺累的 好像有一个和我一起 心甘心甘心甘去疼她的人 你要是选择了你这样的叔叔 肯定让你满意 我说过的话就是她 那你也可以说呀 所以刚才说了 说只要选择我 你跟你妈没问题就放心好了 会让她们幸福的 对吧 那绝对的 必须的呢 花儿不时了 你感觉让她们幸福是不是 完了 必须的绝对的肯定的 那没有提的 那有什么用 那绝对没有 大家也看到了 四位男是一位女士 而且四个人 其实都冲着一个人来的 这又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竞争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每个人只有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胜出的机会 但是可能 对某一个人来讲 就是百分之百 对其他人来说就是零 我们还是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 每个人 再把自己心中所想的 跟韦杰来表达一下 来一号先生 张伟杰爱是永恒的 对伟杰的爱是永恒的 对 好 二号 嗯 张伟杰幸福向你走了 嗯 你就是张伟杰的幸福 对吗 来三号 张伟杰女士 这次来学着你 很高兴认识你 这样子 请你认识考虑 学下这次机会 幸福 在你学的当中 嗯 好 四号 张伟杰女士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嗯 就看你选不选我了 是吧 对 好 四朵玫瑰啊 该怎么选呢 两位专家有没有意见 今天我们也不敢左右 因为台下官那个 他的亲友团太多了 我们扔不起 决定权在你手里 你选择谁 他们都是不会有意义的 我有一些希望 去做无限努力去追求 能遇到咱们那个 公交战役上 有这样的一个美女 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真的感到荣幸 就她的妈妈 我肯定跟 像自己妈妈一样效应 张伟杰女士 都是那个 你学着我 白鸿之白 对你好 对你妈 也一定好 可能真的是 非常困难的选择 真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有她的优点 也就因为你选择了 其中的一朵玫瑰 剩下的三朵 就放弃掉了 也许机会就再也没有了 按照自己心的方向 走向你想选的那朵玫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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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疼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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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我也会疼您 我跟我爸都疼您 其实这个中老年的婚姻 真的是两个家庭的婚姻 好 然后呢 刚才我呢 跟一号女士交流了一下 她说 我真的看到这个男孩子 我真的很想疼她 我很想抱她 其实这就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祝福这两个家庭 能够合二为一 能够幸福长远 我们录选择录了这么多场次 但是今天我觉得 其实我见证了一个奇迹 两个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突然之间 迸发出了一种感情之后 让孩子们 一下子就介入进来了 而且孩子们 是一下子就接受了对方 因为他们见证了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母亲 与相爱的人 蓬然心动 其实从今天的这个选择 真正的体现了 两个人的结合 是两个家庭的最终的结合 有你们两个人在背后做支持 我希望他们俩的婚礼可能 必须大半 好 如果要办的话 咱们来到选择怎么样 至少他们两口愿意也行 祝福你们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美好的音乐当中 结束今天的录剧 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祝福 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祝福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他没有问题 今天和妈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是知道干什么来的是吧 为了未来而奋斗吧 40岁的他未尝还债物至今未去 都替母亲和我爸爸 还那个以前那个借了 啃病前 直到现在你还在帮他们还 上月刚还清 如今无债一身轻的他 又能否遇到真爱 我们今天现场你有喜欢的吗 有喜欢的 不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观众期间突现缘分 大家热心帮忙 缘分何去何从 最终选择一波三折 最终谁能牵起幸福之手 精彩尽在明晚的选择 我是万华 我单身三年多了 我是小迪 我希望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我是王波 我一直在相亲 我是啪啪 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恋爱有那么难吗 恋爱其实不难 只是缺少舞台 送出玫瑰 让爱光临 选择给您一个舞台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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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